封千雪下班,酒吧老板直接给了他五千六现金,封千雪千感万歇,看着老板受伤的手,他忍不住问 老板,刚才那个人是谁啊?为什么要那样对你? 大人的世界很复杂,你就不要问了。对了,以后叫我东哥就行了 好的,谢谢东哥 快回家吧,明天晚上八点半准时到,第一周你每天都要来,我们测试一下效果 路上,封千雪喜不自禁,有了这份兼职,以后每天都能赚五千六,比还债鸭子给的还多呢 不用靠任何人,也能好好养起这个家 他正胡思乱想着,计程车停下来等红绿灯 他无意中看到,斜后方停着一辆阿斯顿马钉 看车牌号,不正是还债鸭子的吗? 开车的,居然是刚才在DTT酒吧的那个男孩 难道,他真的是还债鸭子? 封千雪马上拿出手机,拨打还债鸭子的电话,却发现电话号码被自己删掉了 他从短信里翻找,可是刚找到,那辆车就像风一样急驰而去 封千雪嘘了一口气,在心里劝自己 算了,都一刀两断了,管他是谁呢 这一晚,封千雪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 一会儿梦到叶震亭,一会儿梦到还债鸭子 一会儿又梦到那个年轻男孩 到底谁是谁,他都有些分不清了 同志下去,以后没我的吩咐 不准四号轩,踏进圣天大厦 是 叶总不怕血腥为熏闹自己吗 还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暴力呢 叶辉倒抽一口冷气,很想提醒风千雪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跟叶总对着干 却又不敢开口 你是在质问我 四号轩受伤,你心疼了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用暴力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非要拿东西砸人 他渐渐走近 风千雪开始感觉到害怕 我只是觉得,你没有必要这样暴力 司总,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你要是不想跟他合作,直接拒绝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拿东西砸人 你这样,全公司的人都会怕你 合作上也怕你 唯独你,不怕我 叶震廷将他逼到墙边 他已经无路可退 捏着他的脸颊,强迫风千雪 看着他怒火燃烧的眼睛 你是不是以为用这种方法就能引起我的注意 还是说,你觉得我喜欢你 所以恃宠而交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喜欢我 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喜欢任何人 你喜欢的只有你自己 很好 叶震廷阴森森的冷笑 像野兽杀戮前的人子 风千雪慌了 他开始意识到 自己刚才那句话就像一个导火锁 引火烧身 我,我该走了 风千雪想要逃离 叶震廷高大的身躯 像一个笼子笼罩着他 于是他弯下腰 从叶震廷手臂下面钻了出去 叶震廷没有阻止他 只是随手打了个响指 红棕色大门的红外感应器 突然闪了一下 然后,风千雪就打不开门了 他用各种方式扭动着门把 门都无法打开 语音提示 请上锁 请收入指纹 风千雪心慌意乱 你要干什么 快放我出去 叶子 我为我刚才说的话道歉 我不应该大言不惭 不该乱说话 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了我 叶震廷还是不说话 这是在公司 您不放我出去 别人会这么想 本来就有人在私底下 议论我们关系不正常 你再这样 别人会以为你 潜规则女职员 我还需要潜规则 你 我倒是很好奇 是谁在议论我们关系不正常 怎么议论呢 他们说 那天我在叶瑟出世 是您救了我 叶震廷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看着他 唇边勾着孤冷的弧度 这态度 让风千雪一头雾水 真的是您救了我 谁救了你 你自己不清楚 我 风千雪本想说 自己当时被下了药 迷迷糊糊的 什么都不知道 但又收住了 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如果叶震廷救他的事情 是一场乌龙 那他岂不是自暴隐私 算了 这件事情说不清楚 叶总 您放我出去吧 我真的还得工作呢 是我救了你 是我救了你 说吧 要怎么报的 不会吧 真的是你啊 可是 你 你怎么会 出去喝酒 刚好遇到 就算是我养的狗 被人欺负 我也会伸出援手 就当是行善积德了 怎么可能 救我的明明是 明明是 他脑海里 闪过还摘鸭子的身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被人下了药 浴火焚身 热情似火 一直往我怀里钻 还让我要了你 不可能 那天救我的 明明是我男朋友 时候我看到的就是他 怎么可能是你啊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叶振廷拽入怀中 风千雪想挣扎 却被叶振廷禁锢在怀中 根本无法动他 你干什么 放开我 风千雪慌乱无助地 扭动着身体 可越是这样 越是激起叶振廷的征服欲 那天 你可不是这样的 叶振廷捏着他的下巴 看着他美得不可方物的脸 和那双灵气动人的眼睛 不由地蠢蠢欲动 热血沸腾 那天你会主动吻我 就像这样 他呢喃低语 轻轻咬着风千雪的耳垂 火热的吻迁徙他的理智 风千雪全身僵硬 像紧绷的弦 声音好像闻鸣般的低音 不要 还会这样 他的吻慢慢移动 像火一样 撩着风千雪的脸颊 脖子 下巴 还有花瓣般娇嫩的红唇 我 叶振廷的吻 像火一样席卷着他 带着赤裂的温度 将风千雪的理智 完全瓦解 风千雪娇嫩的身体 像一只无助的小猫 瑟瑟发抖 身体诚实地瘫软起来 像一滩水 融化在叶振廷怀里 可脑子里 有个声音在反复提醒他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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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振廷很喜欢这样柔情似水的他 他的动作变得激烈而深入起来 手 缓缓探入风千雪群顶 风千雪打了个寒战 一下子惊醒了 马上逃也似的离开了 就像在逃离一个可怕的魔鬼 风千雪在洗手间洗了个脸 渐渐冷静下来 仔细回想那晚的事情 心中百思不得其解 他从手机短信记录里 找到还债鸭子的电话号码 犹豫着要不要打给他 想到自己那天做得如此决绝 这阵子他也没跟自己联系 若是自己现在又主动打给他 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脸 再说了 好不容易跟那只鸭子撇清关系 若是再联系上 以后又要纠缠不清 犹豫再三 风千雪还是退出了界面 现在麻烦的是叶振廷 他已经对自己产生了占有欲 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 或许他应该离开盛天 现在DTT唱歌的收入 就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等那边稳定下来之后 他就递交盛天的辞职信 风千雪做出决定 心里轻松许多 小姐又出事了 你快来幼儿园吧 风千雪匆匆赶到小苹果幼儿园 跟上次相似的场景 我们时间有限 没够在这里耗着 对方家长再不来的话 直接报警吧 好的 白夫人 律师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月月哇的一声就哭了 摇摆着胖乎乎的小手 害怕地摇头 三宝 别怕 妈咪很快就来了 小朋友 别害怕 你才三岁半 即使做错事也不用坐牢的 坐牢的是你的监护人 也就是你的妈咪 我不要 我不要妈咪坐牢 月月哭得更伤心 小脸仗得通红 让人看了心疼 风千雪一个剑步冲过去 心疼地抱着月月 三宝 妈咪 妈咪 妈咪对不起 没事没事没事 三宝别怕 有妈咪在 不会有事情的 乖 告诉妈咪 发生什么事情了 妈咪 我 我把手脸弄丢了 月月哭得伤心 声音含糊不清 白秋雨笑容可居地看着风千雪 不如让我来说吧 我外孙祖传的钻石狩链 价值三斤都稳 被你女儿弄丢了 你说应不应该赔呀 我外孙祖传的钻石狩链 价值三斤都稳 被你女儿弄丢了 你说应不应该赔呀 妈 你说得那么客气干嘛 分明就是偷 你说话注意点 本来就是事实 你别说话 白秋雨打断白鹿的话 势通还是什么 这个不重要 总之手链 是在你女儿手上弄丢的 我们是想道理的人 没有为难孩子 所以叫家长过来商谈 你自己说吧 怎么办 自从上次在拍卖会上 被叶震廷惩罚之后 白秋雨就改变了策略 现在 她在明面上 对风千雪是客气讲理 这样一来 即使日后叶震廷追问起来 也揪不出她什么错 这样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弄清楚情况 风千雪也是讲道理的人 不管白家母女如何讨厌 如果是她家孩子 弄丢了人家的东西 她自然是要负责的 我们还得赶回去 为我外孙庆祝生日 十分钟可以吗 可以 朱妈 我昨晚不是让你带着月月 把手链还到老师手上吗 是啊 我今天送三个宝宝 上校车的时候 没有看到陈老师 所以就叮嘱月月 自己把手链交给老师 可是没想到 都怪我 没事 你别自责 我先问清楚 三宝 你现在能跟妈妈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我到学校的时候 我想拿出手链交给老师 就发现手链不见了 妈咪 对不起 没事没事 三宝你还小 就算是做错了事 也是正常的 妈咪会为你解决问题的 别害怕 知道吗 妈咪 你会不会坐牢 妈咪不会有事 月月也不会有事 相信妈咪 三宝 我们出去找哥哥好不好啊 他们还在教室里 帮你找手链呢 我们去看看 找到没有 月月马上 跟着猪妈一起往外跑 跑了几步 又回头对风签许说 妈咪 我们找到手链 马上就回来 好 去吧 你怎么能让那孩子走了 那我找谁要去 你找孩子 能要回东西吗 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这件事情自然是监护人负责 我们可没时间跟你慢慢周旋 还我手链 或者赔钱 否则我就告你家孩子偷气 你真是沉不住气啊 应该学学你们嘛 你 风签许没理他 把陈老师和刘校长 叫到一边去询问情况 陈老师昨天下午 看到司目风 把手链送给月月 后面的事情 就不知道了 事发之后 他已经在教室和操场上 找了一遍 都没有找到手链 出事之后 刘校长就让其他老师 到处寻找手链 还通知校工 调查监控录像 一旦有消息 会马上通知他们 这时 白秋雨说话了 我们已经在这里 耗了一个小时 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不能再这么耗下去 报警吧 现在也只能报警了 对了 记得通知媒体 要不然被人解去卖掉 就糟糕了 等一下 报警就报警 为什么要通知媒体 要不要通知媒体 难道不是我的自由吗 你 联系国内所有知名媒体刊登 失窃信息 如果有人捡到 肯归还的话 悬赏五百万 但是黑市如果收购 我们就会起诉 是 白夫人 对了 把刚才拍的那些 取证照片和视频发出去 听到这些 风千雪心急如焚 如果通知媒体 孩子们的身份 就会曝光 这样 不如私了了 你想怎么样 可以直接说 私了 你先打自己两百个耳光 不如私了了 你想怎么样 可以直接说 私了 你先打自己两百个耳光 风千雪眉头紧张 她早就知道 这对母女 就是故意来报复的 露露 好歹也是亲戚 怎么能这么做呢 再说了 她可是夜总的人 我们得罪不起 不如你自己说吧 怎么私了 呼 风千雪还真说不出来 三千万 她根本赔不起 你看 你根本就没有解决方案 又不肯让我报警 找媒体 又不赔偿 你总不能让我们 白白损失三千万吧 就说不过去 刘校长 陈老师 你们拼拼礼 哪有这样欺负人的 是 是 陈老师倒是个实诚人 三宝妈妈 这条手链是月月弄丢的 我个人觉得 您要不赔偿给他们 陈老师说了句公道话 既然你不能给出解决方案 我们就只能公事公办了 风千雪突然想到一样东西 等一下 我把这个抵押给你们 白露看到红宝石项链 眼睛就在发亮 这不是上次拍卖会上的那条红宝石吗 不会是假的吧 我看看 白秋雨拿过去仔细一看 很快确定 是真的 这条红宝石项链价值一个月 抵押给你们处处有余了 等我找到你们的手链 再换回来 如果找不回来呢 这条项链就当是赔给我了 那怎么行 两样东西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找不回来 我会想办法赔偿你们 但是这条项链 我还是要赎回去的 你们不能弄丢了 总得有个期限吧 七天之内 如果你找回手链 我就把这个还给你 如果找不回来 拿三千八百万赔偿金 我也还给你 如果你既没有手链 又没有赔偿金 那这条手链就归我了 这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那就公了 报警 找媒体 我同意 行 那就签个协议 刘校长和陈老师作证 签了协议 白家母女拿着红宝石项链 得意洋洋地走了 刘校长和陈老师 也去了监控室询问情况 风千雪正准备去找孩子们 为什么不找我 风千雪浑身一震 回头 看到丝浩轩那张英俊的脸 他最近轻瘦不少 脸色也有些憔悴 下午 在盛天被叶振廷砸破了头 你知道 我可以为你解决问题 为什么每次都要自己硬扛 人总是要靠自己的 四浩轩心疼不已 伸手想要抱他 风千雪下意识地后退 四浩轩的手僵在那里 随即失落地收回 自嘲地苦笑 我又忘了 你已经不属于我 这么伤感的一句话 这么凄凉的一个动作 深深地触动了风千雪的心 如果四浩轩还像之前那样靠近他 纠缠他 他一定会抗拒 会反抗 可四浩轩如此这般的克制和隐忍 反而让风千雪心酸 王氏涌上心头 他想起十六岁那年 他们第一次拥抱 四浩轩也是这样 想要接近 又小心翼翼地克制 就像他们之间有缘无分的感情 终究只剩下一场空 我的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 倒是你 何苦那样为难自己 生一场那么大 除了顺天 还有大把的客户 这个 你就不要管了 不要为了我顶撞夜震停 别给自己制造危险 你想多了 我不会的 四走 你老婆和丈母娘 应该还没有走远 快走吧 别让人误会了 狩猎 是沐风送给月月的 本本不用呗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 你最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跟我保持距离 你越是表现得 对我念念不忘 他们两个 就越是对我穷追不舍 听到这句话 四浩轩沉默了 许久 他什么都没说 转身离开 风千雪看着他的背影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也觉得遗憾 可让人遗憾的事物 终究是回不去